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明早早地爬上床 准备好好休息 可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脑子突然清醒异常 于是忍不住打开手机 刷刷信息 或是翻来覆去再想没做完的事 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 好好睡觉仿佛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前段时间我就是这样 很焦虑 每天都失眠 老公问我 你不睡觉都在想什么 我被他问得一愣 到肚子一般跟他细数 上午在单位好像得罪领导了 让我有点担忧 白天忘记跟一个同事带快递 后来他一下午没跟我说话 我觉得这人有点小气 明天儿子难得在家吃饭 我还考虑着 要不要去预定一些新鲜排骨回来煲汤 老公听不下去 打断了我 你就是自己想太多 不得不承认 我确实常常自学烦恼 担忧白天已经发生的事 焦虑明天还未知的事 这样怎么可能休息好 生活中总有不顺心的事 或是看不顺眼的人 越放在心上 烦恼就会越多 思虑太多 很容易陷入内耗而不自知 人的能量需要循环 所以该休息时就要休息 该放下时就要放下 前段时间 朋友小丽因为熬夜失去了一个大单 领导给他推荐了一个大客户 在接到任务的时候 小丽兴奋极了 他对这个单子势在必得 于是 每天都主动联系客户 介绍自家公司的优势和资源 天天熬夜做方案 改方案 整整一个月 他几乎都是凌晨两三点才入睡 睡前还一直在琢磨怎么优化方案 获得客户的认可 这样磨了一个月 客户明显有合作的意向 可就在只差最后再完善一下方案就能签合同时 小丽却突然晕倒了 因为长期的熬夜和作息不规律 加上查出来极度贫血 医生建议他静养一段时间 不能再继续高强度工作 无奈之下 小丽只能请假在家休养 而他胜利在望的单子 也只能让另一位同事接受 一个人的成功除了努力 更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健康没了 一切都是空谈 每天保证睡眠 身体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能量去打拼 人才有更多的精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三大年 我一个室友和相爱多年的男友分手 说到分手短信那天 他哭了很久 眼睛肿成核桃 但哭过之后 便爬上床好好睡了一觉 他没有让自己沉溺在这种消极的情绪中太久 吃饭逛街泡图书馆 很快便一改颓丧的模样 后来我才明白 真正内心强大的人 不会遇到一点挫折 就任由坏情绪侵蚀内心 他们从来不缺乏重新开始的勇气和底气 他们总能在睡一觉醒来后 继续在生活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这世上没有谁的生活完全尽如人意 有时候你希望这一天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但迎接你的却是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但是 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过去的总会过去 未来总会到来 好好睡一觉 睁开眼睛那一刻 又是全新的自己和崭新的希望 睡前原谅一切 醒时不问过往 这才是聪明人应该有的人生态度 爱自己 从好好睡觉开始 好的 以上就是今晚阅读的全部内容了 想要收听更多的阅读文章 请下载日明日报客户端 晚安 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